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先看一下这条题目 这条题是 y 的二阶导数 减 5y 的一阶导数 加 6y 等于 3 x 的平方 加 x 减1 这个常微方方程 是二阶 线性 常系数 非其次的常微方方程 我们要找着非其次方程的通解 就是其次方程的通解 加非其次方程的特解 就是 yg 等于 yh 加 yp 首先 我们可以找着其次方程的通解 就是把 3x 的平方 加 x 减1 把它当成0 把它当成0 所以是 y 的二阶导数 减5y 的一阶导数 加6y 等于0 我们可以0 我们可以0 现在我们用特征方程 y 等于 1 的 lambda x 次密 所以 lambda 的平方 0 -5 lambda 加6 等于0 所以 lambda 减2 乘lambda 减3 等于0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 lambda 1和lambda 2 lambda 的第一个根是2 第二个根是3 那所以 这个其次方程的通解 就是 c1 1 的 2x 次密 加 c2 1 的 3x 次密 好 这是其次方程的通解 下一个是非其次方程的通解 我们要另 yp 等于 这里我们有x的平方 有x 有1 那我们这个 这个就是最高 可以达到x的平方 因为如果 你到x的3次方 那这里 因为x的3次方 你求导数之后 不可能再得到x3次方 所以x3次方如果在里面 那就还是在那 所以最高 只是x的平方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细数 所以我们就用abc来表示 p 一次导数 一阶导数 一阶导数 就是2ax 加b 二阶导数就是2a 然后我们把这些带入圆房层 带入圆房层 我们现在用比较系数法 或者系数比较法 首先我们可以看x的平方 x的平方 这里只有6a 所以6a 就等于3 那么a 就等于2分之1 接下来是x x x是有-10a 这里是 加6b 这等于1 然后所以b 就是1 这次看它常数 常数首先是2a 之后要- 5b 加6c 这要等于-1 所以c就是2分之1 所以c就是2分之1 我们现在拿到了a,b和c之后 我们就可以找到yp 这就是2分之1 x的平方 加x 加2分之1 那所以 那所以 2分之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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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我们拿到的答案 但是我们要验证一下 这个答案是不是对的 好 好 我们验证一下 我们先 y3 写下来 1 3 1 2 1 3 5 5 6 然后我们代入圆方层 我们代入圆方层 我们现在化解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可以正负抵消 这些正负抵消 然后是1的2X次面 这些也正负抵消 之后是常数 有个负义 只有X的平方 3X的平方 是加X 之后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拿到的是一样的 所以这答案就是对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过程 这边我们是用特征方程 这边用系数比较 系数比较法 然后到最后验证一下 但是这一次 做这一边的时候 这里是X的平方 这一次客 我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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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